大家好,我是小芬想要怎么做制作那个影片 先说说我为什么会开始制作自己的影片 那么我的父亲在我高要上中学的时候 就去世了,就不在了 那么那时候我就来不及 就没有办法去记录他的影片 因为那时候也没有手机 也没有录影机,也没有video cam 那么我就没办法 就觉得拿着我父亲的那些 他的声音啊,他的那些东西啊,记录不了 就不能把他收藏起来 然后呢,也一方面是因为我的公共婆婆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不在了 也是一样,就是 就是,没有办法把他们的生活点滴啊,记录下来 那么我就,开始去想要把这些 我本身的一些看法,跟一些想法 想分享的东西,就把它记录下来 之后我再靠回去 至少有给我一些本身的看法嘛 这个是我刚刚开始的想法 然后呢,我就想到 哎,可能我的一些看法呢 也可以把它分享给大家嘛 然后可能是有需要 啊,了解的人 他们可以看我的影片 或者其他人的影片也可以 他的过程其实很简单 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些大剑影 比如说一些大制作 比如说一些大剑影的话 那个就需要有很多人的帮手啦 很多人的帮忙 一个人也可以弄,可以完成 就是看你怎么做 然后其实,方法呢 那个,制作影片的方法跟那个敲门呢 就是,每个都不一样 啊,不同的人有不一样的看法啦 但就是,最重要就是说 看你本身,哪一个方式最适合你的 如果你目前找不到那个方式的话 就是说你个人的节奏啊,个人的方式 制作的方式啊,或者摄影 拍摄的方式啊 你就先看看一些影片的过程嘛 那么,可能你有了想法 你就可以自己制作 不需要说,等你很厉害了 你才做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一个ABCD这样的方式而已 我本身是这么看啦 然后,我的方式就是比较容易一些 基本上,我就是把它分成四 或者到六七个步骤就可以了 第一个步骤就是,你先要帮你想拍摄的一些画面啊 一些人物啊,或者一些想法,你就把它拍摄下来 就是你可以用手机 可以用录影机 可以用录影机 可以用录像机 把这相机 CAMERA 等等啦 你把它记录下来之后呢 然后,你就需要有一个 简洁影片的一个系统咯 这个软件 叫做 比如说,我们叫做Video Editor Software啦 好 现在我用的是,这个PowerDive的 好 然后 一些软件 比如说 CAPCAD啦 或者是快手 或者西瓜 视频啊 这些软件 剪接影片的软件呢 都可以 好 如果你有其他的也是可以 可以用 如果说一些免费的软件呢 你要做影片的软件 或者剪接我 影片的软件呢 你也是可以在网上找到的 哦 你就是去找 Video Editor Software 然后 它就会有很多个 就看你哪一个比较适合你的 你就把它收藏 收藏起来 或者储存下来 哦 或者 download啦 哦 然后 啊 我的步骤就是 几个步骤耶 第一个就是说 当你这些影片 已经弄好了 已经 啊 记录下来的 你就把它放在这个软件里面 咯 这个 Video Editor Software 把它这些影片 你想要 做做制作的影片呢 你把它拉下来咯 拉到 下面 下面就是有刚才有1 1分钟 2分钟 3分钟 4分钟 5分钟 这个 这个地方了 哦 然后呢 哦 就有些 有些 有些画面呢 我 要把它 删除掉 或者Delete 那就 放Split咯 这是第一个步骤 就是Split 或者Modify咯 Modify就是 你去 调整那个 影片 啊 然后你把这些影片啊 照片啊 音乐或者文字啊 可以切成几 几倍断啊 或者几段 都没有问题 然后 你切了之后呢 我的 制作的方式 就是比较 直接一些 你的声音 画面一定要清晰 一定要清楚 哦 然后 你要让人家知道 听得懂 明白 你想要 表 说的事情 或者表达的事情 如果 人家听不清楚 或者 啊 听不明白你说的 你要表达的东西的话 制作这个影片的效果呢 就没有那么好了 然后呢 我现在这个 步骤呢 就是 先把这些影片 放进去 这个软件之后呢 我就把它拉在这个 啊 有12345 就是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四十分钟五分钟 下面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就是这个白色的 啊 有一个 Yellow啊 Yellow 或者Voice啊 这些都是 都是 都是影片啊 或者画面 或者一些声音啊 然后呢 我就按 一分钟 通常我是第一个步骤 我会把它 就是分开 或者把影片呢 照片 或者音乐 或者文字呢 切个 成几个端啊 哦 因为有些 是有些画面呢 我要啊 可能有NG啊 还是什么 我就把它删除掉 哦 或者可能你可以放进去 啊 之后的 接下来的那个 啊 微端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影片呢 哦 然后呢 我就按Split 或者说Cut 哦 把它分开 切成几段之后呢 我就去调整哦 然后我就 这是第一个步骤 然后 第二个步骤呢 我就是把它 调整 那个颜色咯 色调 清晰度 那我就放 Fix or Enhanced Edit Color Adjustment 然后Contrast 就是你的那个 光亮度 亮度啦 然后那个 调整那个 清晰度 还有那个颜色 色调 哦 然后 之后呢 我就 去调整 我的那个 声音咯 哦 或者你要之前调也可以 只要 你觉得方便 容易 让你方便的话 你都可以 你要怎么做都可以 哦 然后第三个步骤啊 就是用 Edit Audio咯 就是Boost 把它的声音 弄得比较清晰一点 比较清晰一点 然后 啊 Pish 就是它的鸟 可能有些 声音鸟变掉啊 你去把它弄一下咯 然后它也就是Split咯 这个Split呢 就是你 跟这个Split 它第一个Split是一样的 也就是 但是它 它就是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可以简介那个声音啊 有些声音你想要 可能比较嘈杂 声音你要 啊 把它剪掉还是什么 你可以这样子做 然后啊 弄了之后呢 你把它调整 调整 调整 弄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 储存咯 或者你要一边弄 一边储存 都好 影片都可以 然后好了之后呢 你就去播放咯 看一下它的效果如何 好了 好了之后呢 你就去 制作咯 哦 就是save play video and produce video咯 然后通常这个影片呢 通常都是mp4啦 mpg4 它的 成 它的format 它的 它的那个影片的 名称叫mpg4 或者mp4 然后 啊 你弄好之后呢 你就可以 重新看一下咯 看你的效果如何 如果不动的话 不太 不太行的话 或者 或者 在制作影片的时候 当中呢 有 有出现一些 啊 问题的话 你可以再重新再弄过 啊 最重要就是 你 可以啊 在制作影片的时候呢 你要把它 储存在两个档案 就是两个fals 因为 为了避免说 啊 可能其中一个档案呢 或者一个 其中一个文件 文件档案呢 啊 出问题 啊 制作不了 那么至少你还有另外一个 备用嘛 就是backup 其实很多人说 啊 制作影片呢 或者制作任何东西呢 你都要 一直制作 一直制作 一直去弄 啊 其实 它就是说 如果做的越多 你就越能够掌握 你的那个 制作影片的方式 和节奏 还有它的 你的想法 这个其实是 对的 但是我的 我的 我的进解呢 就是 你在制作影片的时候 你不需要很聪明 不需要很厉害 你只需要 把你想要表达的东西 你表达出来就好了 我会觉得 影片 制作影片 如果太多的话 其实也 也是一个加分 但是也是 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 如果很多都是 比较啊 就是搞笑啊 如果很多影片 都是一些比较 没有什么意思的 啊 没有什么意义的 一些影片的 其实是 跟我们 啊 吃很多垃圾食物是 一样的 啊 没有什么帮助 然后 啊 敲门呢 就是 你先 啊 在制作 做任何东西都好 我本身的看法是 你都要有一个方式嘛 一个 一个节奏 一个 一些步骤 如果 那么你制作的话 你就会比较清楚 你到底要怎么做 然后可能 啊 也会 节省很多时间 就好像说 有些 他们制作电影的人 他们为什么会 用 啊 一两个月 来制作 或者两三个月 去制作完 那些影片呢 啊 因为他们有分工合作嘛 就是你在做你的 他们就会有 啊 会做一些会议 开会一些会议 比如说 啊 A的人做什么 拍摄什么东西 B的人在 B的 B主在拍摄什么东西 C主在拍摄什么东西 所以他们就会比较 分工的做 然后很快的就可以把一些 他们一些影片做弄好吧 包括有些人要做特效啊 或者是说 要做一些 啊 文字东西啊 都可以这么 快的解决 或者把它完成 我放的那个步骤 其实都是一样的 只是说 哦 这个会比较清 更加了 让你比较清晰 清 比较清楚 它的做法咯 然后这个就是有 加多一个 Add Input Text 就是输入文字嘛 还有就是Edit 那个Effect咯 就是一些特效 还有就是把更改 Audio Edit Audio Edit Audio就是 刚才我说的这个 啊 这个 第三个 Edit Audio Pitch Shift 跟Split咯 这个东西 然后 好了之后呢 就是你就 去 弄你的 制作你的影片咯 啊 然后呢 那个 其实那个Split啊 Modify啊 Face or Adhanced啊 这个东西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 如果是在 用这个PowerDarker的 啊 那个软件呢 它就是在Modify 啊 Modify 这个 啊 文件夹 这个 这个icon啊 啊 然后呢 里面就会看到 一些 啊 啊 调色的东西啊 要调整那个 颜色的亮度啊 和颜色啊 还有一些东西咯 啊 那时候我没有想 我只是 好像之前用的Split 这个方式咯 但是过后呢 我就发现到 其实 你不需要这么麻烦的 你可以在这里 比如说你这边 你去按Duration 你去按 因为我不知道我要放多少 然后我就随便放一个 一个 啊 啊 十秒 十秒 啊 然后啊 因为我是想要把它连接在一起嘛 那么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 这个东西之后呢 我就要copy and paste咯 啊 就在它就重复 再copy and paste 就变第三个咯 然后呢 啊 我就在每一个 照片呢 我就按Fix or enhance 同样的我用Color adjustment咯 我就把它拉 哦 把拉 拉 因为我想在不一样 做每个照片都做不一样的颜色嘛 不一样的调色 所以我就把它拉 就是在Fix or enhance Color adjustment 我在Pool跟Saturation这边我就把它调整 然后这边我就 一样的 也是用Fix or enhance 再拉 再拉 好 那么当你这边呈现的时候 那这里呢它就呈现三个不一样的 好 现在把它拉短先拉短 我们把它放一分钟啊 放一分 啊 两分钟 OK 然后我想先给大家看 它的做法是这样子 它会称 粉红色到紫色到青色 这就是我刚开始做的 黄色 然后我怎么把它连接成 啊 全部都都比较顺畅了 就是在我做这个影片的当中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 其实我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就放 比如说这样子 8分钟 一个影 一个照片 我放8分钟 然后我就在这个 啊 Transition Room 第五个 123456 text的下面 第六 左边 然后我就 拉咯 我就放这个 不一样的那个 效果 比如说这个是Fade 啊 然后这个是啊 Drain 啊 比如说这样子啦 我就这样子放 然后 它就会变成 啊 粉红色的时候呢 它就会 有一个 效果 特效 然后它会变成紫色 然后再 再 就来 就变成一个青色的照片 那么我的影片就是这样子弄的 然后 每一个 每一个 当你弄好每一个不一样的 颜色之后呢 包括 可能 啊 也每个都 它的效果都不一样 啊 啊 比如说这个 啊 比如说这个 哎呀 啊 等一下我会让大家看它的它的整个过程是如何 那么 啊 啊 当我在调整这些颜色的之后呢 我就 从其他东西地方下 啊 做一些特效咯 比如说这个 这个 你要知道它的特效是什么样的 你就要按Effect 这个是Power Director 啊 然后就按Solarist 啊 这个是有Solarist的 效果 啊 Solarist呢 它就会变成 嗯 这样子 好像透啊 啊 那个X光这样子 然后 另外一个呢 它就是用Blocken Gas 啊 然后另外一个又是Bloom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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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 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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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效果 那颜色比较光亮 啊 然后 这个呢 又是什么 Bump Map 和Bubble 啊 就是 这个 啊 这个 啊 那么 其实你不要 当你在做影片的时候 你不要去想 到底你要 啊 有什么效果 怎么样啊 最重要就是 你要先 知道你自己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然后第二呢 就是 你看了 会觉得 有什么 啊 好看吗 或者觉得舒服吗 或者觉得 这个影片的效果 是你想要的吗 那么就好了 因为 这个不是广告嘛 广告的话你会有一些特定的啊 效果 你不能更 可能你稍微更改一些 就是自由式的方式来制作你的影片 你怎么做都行 只要你觉得你想要表达的是 就是 它的效果出来 神里想要的 就好了 那么 啊 基本 今天的话题呢 就是这样子 那么 希望说 啊 可能 对一些刚开始 或者 可能有些 不了解 要怎么弄 做影片的人呢 可以给 我 有一个方式 一个方法 啊 一个 一个 一个方向感呢 啊 那么就是说 你在制作的话 你就会有一个想法 而不是说 啊 我在这个 我做的第一步 第一个步骤 然后我要接下来 要怎么做 至少我 有这个 第四个方法 或者六个方法呢 就是 让你 让有需要 是做影片的人 会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的 第一个就是 啊 Split and Modify 咯 然后Fix out and 按照 啊 就是这个 调整那个颜色啦 Color Adjustment 啊 第三就是说 Edit Audio咯 就是 你要 啊 弄那个一声音啊 然后第四就是 啊 然后呢 就是说 有 加 添加一些 啊 文字啊 Add Input Text咯 然后 你想要 弄的那个文件 那个 影片的 时间 剧情的时间 大概有多长啊 有些是8秒啊 有些是1分钟啊 有些是 5分钟啊 或者更长 或者可能你要做1个小时的 或者2个小时 都可以 但是 那个 容量 储存的容量 Memory Space 它会很多 哦 那么你就看 大家 你们有没有 那个容 那么多的容量哦 去弄这个影片哦 如果有的话 你去弄啦 啊 就是这样子而已 就是说 你有那么大的空间 你就去弄咯 有那么大的事件 你就去弄咯 有那么大的事件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 希望可以帮到到 可以让 希望这个看法呢 可以 帮到一些 做影片的人 朋友 好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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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下期再见 后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好久不見